贩毒怎么会如此猖獗呢 来看到彰化市区多处的街道上的电杆还有墙壁上 最近被人发现张贴了多张的贩毒广告 上头呢公然写着顶级的安非他命自产自销 甚至连价钱都写了一清二楚 也让很多人质疑说贩毒现在都这么公开吗 警方赶紧追查才发现原来是邻居间的纠纷 故意涉及陷害 电线杆上张贴了一张白色广告 走近一看上头竟然写着顶级安非他命制造商 自产自销公开贩售 价格一粮两万七半粮一万五 底下还写着联络人的姓名和电话 让人质疑现在的毒贩都如此明目张胆了吗 这贩毒广告还不止一张 贴了张话市区到处都是 引来路过民众质疑 但有人发现说 这根本是有心人贵陷害 原来是邻居间的纠纷 被点名受害的民众也不知道对方为何要针对他 不想再多说 也对张贴广告的男子提出妨碍名誉告诉 受警方调约监视器确认张贴不实贩毒广告的男子 将他依妨碍名誉喊送法办 而环保单位也对男子乱贴广告的行为 开出一张1200元罚单 解道报 张花报道